朋友们好,我是北京山家行,北京人们地理群组织走白塔活动了,8月8,走白塔是清朝年间兴起的老北京金秋的传统民俗,因为每年农历8月8,恰逢中秋国庆家庭临界,又值秋高气爽好天气,我们相聚在秋天的白塔四下,在流传百年的传统中, 我一放岁月,祝福当假 这是咱们陈仁智老师的一个神展,也是我们最近一直在筹备,在农历8月8这好日子就算正式开展了,一会儿呢,大家走的时候呢,跟往年稍微有点区别,在东下和西上拿一小弯,然后再往前走,一共有四个地方能看到陈老师的作品,他的所有的作品都能看到历史跟现在的对比,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个叫对照记的这种理念。 这是摄影展呢,一会儿一直走,走到那个胖姐家门口,从东家到,然后走到回来,第二个呢,是一会儿还有,咱们今天有一个美女,丹妮老师,丹妮老师呢,是今年也有一个展览,是公共艺术展,就是有很多,走的光刚能看到这样的对老街上的旧椅子改造的一些作品,都是通过这么好看的一些绳节编织的,还有布编织的, 那我们今天的摄影展的,这个老师给说两句,这是,二零零五年,在这个位置拍的,这个老街吧,都知道,当时的那个菜市长,这个是吧,老的菜市长,这个,那个胖你知道,胖家住哪儿,住二十八号,东家到二十八号,天天推个车,从那口上转过来,然后在那儿,他一蹲,都一天,算钱,现在发财了,不老家了,不来了,不老家了,不来了,不老家了,会客厅,这是, 这是,刘伟,刘老师的节目,会客厅,这些老街们特别有这个,干嘛,现在也改成咖啡店了,因为也跟刘老师,在这一块有一年的时间了,然后看街区,街区里面有街坊们呀,然后还有咖啡店,有一些旧的椅子,然后这些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,喝酒呀,聊天的这个地方,所以就,我们用这种彩色的绳结,包括织补的方式,然后织补的方式,然后织补的方式,然后织补的艺术展板,然后织补的方式,然后织补的艺术展板,然后织补的艺术展板, 这是,咱们这新开的,北平机械的,啤酒节,晚上上这儿来喝啤酒,吃炸鸡,要钱吗,要钱, 是吗,是吗,你得找油,你得转过来啊, 你看我这一吵,大家都热了吧, 哈哈哈哈哈哈,花月巴,五碗白糖,这个晚上是优行组织的啤酒节,对对对,喝茶,喝茶吧, 这个是我俩那个红的 就是整个颜色吧 就是演示系学的咱们那个京剧里面的那种颜色红色 还有那种深色系的 然后可缝的 这真营业呀 营业 营业 有啥需要的就来大姨家找大姨给你们缝衣服啥的 这是老板娘 老板娘 来谁做衣服来啊 好 干嘛 洗衣烧饼 这洗衣烧饼的队帘还在 队帘还在呢 对 这值得的海底 来来来 喝茶了 来 大碗茶了 大碗茶了 你叫一叫 好好好 来来来来 谁取啊 大碗茶 大碗茶 爱情嫂啊 来来来来 这喝大碗茶了 来 哎呦你好 我去玩了 老师 来 我是他 无人哭 这喝大碗茶了 包箱 咱们 我来 拨泽 坏 宝贝